太上說法時 金鐘響於雲 百歲長久地 琴摩護前陰 天花散華雲 華古正名城 朱天庚散仔 金童五窯青 眼睛八下光 照以為虛 鑿花大華高 異視五零聲 齊齊如綠煉 我是洪師傅 今天2014年8月25號 來到昆仑山台北母堂 今天的講題是跟死有關係的 今天也是地藏王菩薩的聖誕 死亡 生命中的結束 事實上 研究的人少數 有的人是用意測的 那這個話題是洪師傅在寫靈魂 這個母娘聖誕 那要寫 洪師傅有母娘聖誕總共有八冊 那寫到靈魂 那事實上 靈魂就是生啊死啊這些都是重要的課題 那事實上 生好講 勸勢 但是死呢 真的是沒有那麼容易好講 那也是洪師傅生命中的低潮 那個低潮就是八八水災 那八八水災 洪師傅在昆仑山窯池宮 受困了三年半的時間 洪師傅就是與世隔絕 因為八八水災使昆仑山窯池宮的路壞掉了 讓我一個人好像在屋島上面 讓我一個人身處於完全的捷徑之中 不知道有沒有未來 那我剛好寫母娘聖誕也寫到最後的一個階段 那就是寫靈魂 靈魂其中有談死的東西 那事實上很多人說我們靈魂要回故鄉 回靈魂的故鄉 回母娘那邊 回上帝那邊 事實上洪師傅有另外一層很深層的解釋 那這個也是洪師傅很深層的去得來的一個結果 我想我們人有靈魂 我們事實上有靈魂 那事實上的靈魂其中七情六欲 喜怒哀懼愛慮愛慮 這個是下層的靈魂 我們會生氣會愛會喜怒 我們高層的靈魂 上層的靈魂是指精氣神 我們今天特重來談神的問題 因為要談上層的靈魂神 神格十二元神在我們身上 那事實上這個神呢 是跟我們無極世界母娘那邊 我們的眼影相對應 也就是說靈魂的母親 母娘然後讓我們所認識的 可能是無極老母 可能是喜怒哀懼 可能是皇母娘娘 可能是姚子精母 甚至於各種地母道母 皇母都是一樣的 這事實上我們所認識 那事實上她是靈魂的母親 那靈魂的母親生育了元靈 黃師傅說的元靈就是我們靈魂的 原來本來的真人物 那我們禮節式以來 從母娘從地球開始以來 我們靈魂一直存在呀 到現在五十一年 甚至於一百四十一年以上 都一直存在 但是我們今生今世的我們靈魂 就是我們的元神 就是我們的靈魂 事實上我們是對應 母娘那邊的一個元靈 那意思就是說 我們這個靈啊 一直時常跟著我們的 母娘那邊的元靈在連線 因為現在網路發達 我們之後講連線就聽得懂 我相信以前 在一千年前 在那個幾千年前 四交模擬 我那時候要來講連線 一定沒辦法 那還是透過現代的一個 科技的一個想法 來談靈魂一定有更清楚 所以說 我們靈魂 本來那邊就有一個元靈 那事實上我們說 回憶氣是什麼意思呢 洪知乎的定義是說 我們人要生老定死 但是我們要死掉的時候呢 事實上我們是在人世間 一直在生命的程式 一直在運作 把我們的這個程式 一直在運作就是我們活著 一直在運作 那有一天我們要死掉 有一天我們要死掉 我們靈魂是可以穿透時空的 知道我們的時間到了 這個靈魂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打包死的訊息 也就是說 我們的今生今世的這裡 我們要做一個死的完結篇 要做打包死的訊息 要有一個那個正式的解釋 那洪知乎說正式的解釋 那什麼叫不正式的解釋 不正式的解釋 就是你墮落了欲望的仇臣 不正式的解釋你自殺 不正式的解釋就是你 放掉了靈魂的本性 你在紅塵俗世 或是你只想儲心俱憶的去做那些做交換科的事情 或是儲心俱憶的一直想要賺錢 你迷失了本性 你沒有本性 你如何跟靈魂連線 你沒有本性 你如何去把這個世界轉換到牧羊那個世界 沒辦法 所以說這個就是打包死的訊息 就是說我們要回歸靈魂的故鄉 是從這裡來的 不是真的是說回不去 那事實上回不去就是你墮落 你墮落 你心靈的墮落 所以說我們要來談這個靈魂 當它死掉以後 有七七四十九天的陰間 就是靈魂還會在我們的這個地方 會在這裡七四十九天 也就是說我們靈魂是先來後到 先來後到醫師就是說 我們那個出生的時候 那個陰陽和合的時候 靈魂就來了 就來我們黑白了 當我們人死後肉體死掉以後 我們還有四十九天的時間 會活在這個世界 那這個世界是陰跟陽的世界 就是我們白天的世界 還有我們晚上那個黑暗的世界 黑暗的世界當然是那個指魔鬼 指那個硬件 那硬件是所有的人種包括 那我們要說 是不是每一個人都下地獄 明年什麼都下地獄 那事實上我們是任務不進來 那個 之所以說農曆企業 必須要補度 必須要超度 拔劍 那是我們人類的一個善心 也不一定是說 你的祖先每一個人都在第一裡面 但是無言眾生也也是要去超度 但是超度的方法 像大拜拜 超度的方法 我們如何去達到真正的有效的一個程度呢 這個我們必須要好好地去深思熟慮 那弘師說修寫的過程當中 有一句話叫做 左右逢鬼神 弘師見到你 意思就是說 當你修上神的靈魂的時候 你感覺到神降臨的時候 那相對的鬼也會來找你 當你覺得你是佛的時候 相對的魔也會來找你 這個是相對的 但是左右逢鬼神 同時見到人 這個沒有關係 一定有一個道人 一定有一個老師 必須要來質疑你 質疑你可以走上向上的路 走向修行好的路途 所以咧 洪師傅說 為什麼我們要研究定義眾生的事情呢 那在於因為我們要透徹 因為你了解這些定義眾生的事情 你才能夠突破了你靈修行的境界 達到了上層神佛的境界 驚起神 神的境界 那我們今天的主題 是來談 那個 第一的境界 因為剛好是逢 地藏菩薩的生意 我們今天是要來談 地藏菩薩的事情 我們 這個中國 的佛教 跟印度的佛教事實上是有出入的 2500年前 釋迦摩尼佛 把佛教 開始宣揚 那2500年前 這一個 智慧的 這一個非常 修行的 釋迦摩尼佛 這是非常不簡單的 甚至於 2600年前 那個老子 也沒有 講了很多話 老子的道德心 還是 才5000字而已 不多 但是 釋迦摩尼佛的著作就多了 可是 這個也是經過 五六百年以後 那個 翻譯得來的 那其中 中國的翻譯有一個 叫做 揪摩羅斯的人 揪摩羅斯可能是一半中國人 另外一半是屬於印度的人 然後他把那個 釋迦摩尼佛的經歷 一點都翻譯了 揪摩羅斯 差不多 在1700年前 1600年前 翻譯了佛經 後來佛經集結了以後 我們的 那個 那個 後代的人 變成了一個 那個 大賬金 但是相同的事實 類 中國 南北朝的時候 也有一個 陸修靜的人 陸修靜 那這個人 也是差不多 1700年前 1600年前左右的人 他也把中國的 盜藏金 全部把它集結成冊 就是收集所有的盜藏金 那其中 那一個 那一個 葛宏 霸佛子裡面的神仙傳 再敘述母娘 的那個神仙種種的事情 也敘述一些 那個 十殿岩裸的事情 十殿岩裸事實上 就是指地獄 那在中國的 有關地獄的事情 叫做什麼呢 叫做 封都大地 我會用那個 錄影帶 說得很清楚 封都大地 封都大地 那封都大地 這是比較 那個 差不多幾百年前 再次翻譯的 創造的一個名詞 大地 神 但是 那個 洪師傅在說 跟封都大地 列上 東伐帝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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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事實上在講的是 東伐大地 事實上在講的就是 這個 那個 東伐帝君 那個 解焉 事解 該關下給 在談的這個東西 就是在談 第一個事情 說了這麼多 洪師傅要稍微 用籠統的總結來講 有的人說 這個 地獎王菩薩 就是 那個 東欲 大地 或是 風突大地 東伐帝君 這個是 那個 可以畫很好 因為都是談 那個 地獄的事情 那個 現在民間的 道教的方式 他說要 說要去 那個 處理 陰的事情 處理 解緣線的事情 還是離不開那個 東伐帝君 東伐帝君 還是離不開 那跟 地獎王菩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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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 差不多是 同樣的意思 也差不多是 同樣的意思 那 這個是 我們歷史裡面的 一個 一個場面 事實上 宗教 在1700年前 那個 揪摩羅時 或是說 南北朝的 那個 陸修經 在寫 那個 道藏經 或是 後人寫的 那個 大藏經 事實上 有文字記載了以後 那個 中國的佛教 跟 那個 道教 已經結合在一起 已經結合在一起 分不開了 我們 幾乎 台灣的孩子 比較 宗教 認識宗教孩子 就是 你就是會去 學一些火 會學一些道 都是這樣子的 洪師傅也是這樣突破來的 所以說 洪師傅是從 那個 去參加一些敗戰啊 參加一些活的思考 想法的以後 然後又回到了 母娘的世界 又回到了那個 道的世界 又回到了寧姬的世界 後來發覺 我們 這一千多年來 雖然有很好的 那個 文字敘事 但是 我們 被這一個 文字 所淹沒 意思就是說 我們想要 證物的人 我們想要去了解的人 我們 都一直在背文字的敘事 色不於空 空不於色 各位意思是 菩提本無事 明星為了 本來無一無何事的神 有些東西 當你去背了以後 哇 事實上 你腦筋 表明就沒有思考的疑敵 我們來談 柳子慧能 能夠 很明心見心的證物 所謂的殘忠 所謂的不著文字 就是不要抵抗文字 就是不要抵抗文字的東西 那 洪師傅經過了 四江文藝火到現在 兩千五百年前 也跟智慧大家前 文字只是參考 參考一下 到最後修身養性的東西 到最後明星界性的東西 也是 不著文字 不著文字 不要用文字去跟他背書 去跟他取答 用文字 完完全全 會破壞你的 你的思考 你的修行 好 那 不打文字 怎麼辦呢 怎麼辦呢 怎麼修行呢 好 也就是今天 文字會要談的 今晚 就是如何的解恩解解 如何的表明 如何的 那一個 排除業障 有人說懺悔 往昔所造 奉時所造諸賀業 極由無時貪勝吃 你一直背這些東西 一直念這些東西 你到底有沒有在反省啊 你到底是怎麼樣的一個懺悔啊 洪師父說啊 暫而是要從內心裡面去做起 那事實上 洪師父想要說的是 緩醒 所有人世界的東西 不管你是一種修實修行的事情 或是說 不管你是想要消除這個業障也好 洪師父要你一步一腳印的 深思熟慮的反省 你必須要反省你現在的所有作為 必須要時時的思考 一步一步的 您的一些想法 有人說談因果因果 那洪師父認為 有因就有果 但是 我們 事實的人都是只要 因跟果 只要一個input 只要一個output 不重視這修行中的過程 洪師父認為 修行中的過程 才是重要的 您從修行的處理 去瞭解你的內心裡面 慢慢地放下心來 不要被一些修行的文字 所障礙你的眼睛 障礙你的心性 把自己內心裡面混沌的 擾亂的 想要爆發的那種心性 把它慢慢地靜下來 慢慢地靜下來 慢慢地靜下來 好好的去做反省的工作 好好的去做點滴的思考的工作 這個才是真正的修行 世間 總是 風花血淚 總是 很喜歡 看看洪師傅的 靈動啊 的影片 洪師傅的靈動 都是精挑細血的 但是 我們 我們還是要有靜的功夫 洪師傅到北部來 傳道宣揚母娘的教話 已經七八個月了 但是蹦蹦跳跳的比較多 想要靜著想要思考的方向 確實比較少 大家看這道得多 想要有心靈對思考的方向 確實少 我們要做的是靈靈之中 靈靈之中 很清靜的行動 靈靈之中 能夠 緩醒自己 能夠 測近自己 這樣子 才能進步 今天來找洪師傅 洪師傅要叫你們 去尋找自己的真面目 也就是要尋找自己的本靈 靈靈啊 任何的事情 不要琢磨於外向 神也是在我們內心裡面 但是不能脫離我們靈性的本質啊 有人說 那個 當你神明附身的時候 人家拿一隻棍子從你的頭上打下去 就不會痛 洪師傅說騙人 那個 肉體還是同時存在 不管神有沒有來 你還是會痛的 不會痛是騙人 不必這樣子 我們是環獨師傅 我們是本來的真面目 不要這樣子 您用柔和的態度 來對待這個世界上 用很卑下的角度 來看待這個世界上 您才能夠突破 那個地獄眾生的觀念 認為說 藥謀鬼怪地獄身在判 但是 洪師傅要講一個觀念 我們是用敬諱的精神 用柔弱的精神 不要去對視這些藥謀鬼怪 要解焉瀉解 解質這些煙愁 愁限這些解焉 讓他出一條件 也就是洪師傅所說的 我們的頻率不要固定的 那個老是在妖魔鬼怪之間 有一個師傅開口一口 就是說 那個 妖魔鬼怪產生了 一大堆的 那事實上 洪師傅說 你的頻率是對應到這些東西 我們有一個名詞叫做變頻的 比如說變頻的冷氣 那洪師傅說這是變頻的靈魂 我們頻率會轉半 因為我們是靈性活泡 永遠抓不到我們那個靈的一些缺失 因為我們變化 活泡的靈就是變化的事 我們不會對應到這些妖魔鬼怪 唯有這樣才是真正的修行的本位 跟著洪師傅修就是修自己 就是透過網路透過臉書的學習 來增長您自己的智慧 這個是最好的一個解錄 而不是人生老是這麼多的繁雜的事情 那個在你的頭腦裡面 然後快要爆炸了 然後快要發洩出來 慢慢的 洪師傅說混雜沒有關係 快要爆炸了也沒有關係 這個叫做引你入部 在迷惘之中 洪師傅要你抗盪 讓你靜下來 靜下心來 你是能夠靜下心來 你下次就這樣子做 永遠有辦法把心事壓下來 把心事壓下來以後 您就是非常肯定 您就是有辦法調整你的心性 有辦法調整你的心性 您自然就是靈光幻化 不要怕摩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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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是你把這個靈的幻化的對應把它調整的時候 今天是洪師傅所講的主題 等一下婚養部分 第一個部分 我們請道元帝君 你們坐著 每一個人坐著 靜居坐著 用靜太心 請道元帝君拿著令旗 借著那個觀聖帝君的神威 來給各位加持一下 靜靜地享受這片刻的靈靜 洪師傅念一些咒語 慢慢地消消自己的氣 慢慢地在這個夏天的極寂的夜晚裡面 感覺到你已經捨棄了眼光 感覺到你已經消除了眼睛 這是第一段時間 另外一段時間好了以後 加持完了以後 可以睜開眼睛 然後我們做一個會談 討論 之後我們還有一些時間 我們要過去征戰共同 今天在台北母堂道元家 大家高不高興 高興 感恩母娘母娘師傅 好棒好棒喔 感恩洪師傅 感恩大衛師 像是請你吃 感恩努力超熱 感謝大家 感謝大家 感謝老師